今天很高興為你們介紹我們公司另外一支產品 叫做杏鮑菇炸粉 那今天為你們所示範的呢 就是說果乾粉下去炸的一個杏鮑菇 那杏鮑菇來講的話呢 新鮮的杏鮑菇含水量高 所以說它炸起來的時候 在吃的時候自然菇的那種鮮甜的美味 搭配外表皮稍微酥脆的感覺 那其實是一個蠻大的一個產品 那坊間的一個杏鮑菇的一個炸法呢 目前大概有三種 第一種的話就是所謂的果乾粉沒有調味 果乾粉沒有調味的話就是我們今天幫你們示範的 就是說它的炸粉 它的炸粉是沒有調味的 它是以有一些顆粒的素素澱粉為主 再加上其他一些特別修飾過的一些澱粉的成分在裡面 使得它杏鮑菇過水或者是過稀釋醬油水之後來沾乾粉 它所呈現出來在表皮是有一層酥脆的那種感覺 那第二種來講是坊間像某一些燃索系統 它的炸粉呢 我們這次是有架一些基本的胡椒鹽 還有一個胡椒系列的 那基本上呢它是素食可用的 所以說它沒有加到其他一些蒜粉或者其他一些溫食的部分 在食用的部分 那這方面請消費者可以安心去做選購 那至於有調味跟沒有調味最大的差一點就是說 沒有調味的話 你如果只是杏鮑菇過水完之後下去油炸的話 它的那個表皮顏色會比較白一點點 那如果就是說有調味的部分來講的話 它直接可以過水就可以了 下鍋油炸的時候它的顏色呢 你會比較鮮豔一點點 但是它有點會偏向一些核色的感覺 可是當你的炸鍋連續去沖炸 你沒有去清鍋的時候呢 有調味的部分來講的話 反倒是說它的那個炸油比較容易受污染 炸不了太多的時候 它的那個炸油的顏色就會變得很深了 而且油脂它裂邊的速度也會加快 那至於這兩者來講的話 就比消費者的選擇而定 這個炸心爆部來講的話 它是屬於高油溫短時間風炸的一個產品 那它的設定的溫度會比一般炸雞 油炸的時候的溫度還要高 那房間來講的話 只要用丁鍋鍋或者是說大鍋 它有用溫度器做測量來講的話 基本上都是溫度是設定在180度C以上 那我們來看 我們這台炸鍋的話 我們也是先設180度C 那如果就是說你的一次下的量夠多 夠大的話 那你可以設定到185度或者190度C 那你那個 膨炸的時候的 用油的一個選擇 那你可以選一般的耐炸棕鈴油 或者是說一些植物性的油脂 那請各位注意到就是說 注意到油的發炎點的部分 因為它是屬於高溫度短時間碰炸的部分 可是它畢竟沒有超過220度C以上 所以說這個都還是 還都是可以OK的部分 那另外一點再提醒一下各位就是說 你如果在家庭去做這個產品的碰炸的時候 可能你沒有溫度器下去做測量 那可能這時候你要注意到 鍋底鍋子底下的部分的一個沉澱 沒有紮實的話 溫度夠高 它炸起來才比較不會吸油 在家庭裡